到家庭的常備用藥中都有陣路丸 但稽查人員手中的 這一瓶極品陣路丸過期三年 新北市衛生局在代理 日本極品陣路丸的中榮貿易公司 查獲了546箱過期藥 包括極品陣路丸 極東陣路丸疑似被篡改日期 執行GDP的評鑑的時候 發現的涉及善改有效期限 那我們會以違反 大概違反要事法第20條第4項 善改 突改 就是突改有效期限 過期的正路丸得在今天下午3點前 全面下架 而北市衛生局也將進一步公佈 退換貨機制 但這些過期藥有不少 已經被人吃下肚 目前這個部分 其實業者他本身自己 可能也不清楚 但是因為他批號 下期自己都不確定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要 全面下架回收 中榮貿易負責人 訊後250萬元交保 這些用來直屑的常備藥 過期伴授效果打折 還可能影響健康 食藥食呼籲 家中有同款藥品的民眾 千萬別再吃 記者神宣白 台北報導